三弓的力普陀有多强 仅仅只需八回合就送走鱼岛福战队 我靠三弓之王不骗人真上三弓啊 我以为名字叫三弓之王上一个五宝零的 别人知道你是三弓的时候 你拿什么跟别人打呀 哎兄弟们 这是熊无敌的那套三弓体系 土多山给自己卡要无限秒六 然后久离成 不休息无限输出 我靠就是熊无敌队伍 这个队伍老猛了 这个队伍老猛了 早知道看这场了 对面在开打之前 属性肯定都调成奈的 他这个三弓最近飞崩了很多豪门 利普陀是天下第一吗 利普陀每次秒六不休息 吃药 然后越飞数据越高 后期飞宝宝七八千 没有镜台 基本就是一下子 看一下这围盒有魔尽积八 看这利普陀 来了 防御三千八 哎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三百五百 哇操 等一下 这边防御加到四千了 打宝宝八千 打人三百 有护盆和藏人 没有数据 对面属性 我怀疑都是三千四开外 有可能在阁挡 所以说他就三公之王 他打这种盲刷的 盲骑的队伍很有优势 就是对面如果全耐的话 他就很难受 对面全部体内属性 不加敏捷 观战物理系 比丁战武装走快 一点敏捷都不加 可能零事上有一条两条速度的 好 别状态 清孩子 立体仓球能破防 我靠 也破不了防 对 地霆是属于开箱 您庆祝用 十多零手伸的场 基础数据一定比他们高 这就是 为什么队伍里 一定有一个十多零 黑合计不好用的时候 就得靠脚踏实地 这个时候穿刺厉害吧 这个时候五五厉害 穿刺厉害 但是也不能说差太多 伤害实在的 你不要怀疑是观战方 伤害的问题 观战方这个九地成果 绑将军了 伤害4300 速度1300 4300打三四百血 是啥概念 对面基本上是全防御 破不了防 靠的就是修炼 加的那点伤害结果 对面 真的是 没啥事保不防御 人物雪耐家 加点 对面的凌波城攻击起来 特别惬意 对面 对面秒300血和600血 占龙三位 一点魔力都没加 菜里没有一滴油 对面的凌波 打三攻队刮杀 沈牧林打三攻队 竟然也刮杀 雪耐是真的拉满了 特意洗的属性点 观战方 95和熊狄这套阵容的话 首先建议改个名 你叫三攻之王 下一场对手刷到三攻之王的时候 人家都不用看你录像 直接就切成绝带了 对不对 另外的话 得多弄一套阵容 力辅多不行 你上对面 挨打一次试试 他这套阵容 赢过所有豪门 就这么跟你说吧 能赢所有豪门 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你不知道对手是他的情况下 威力太足了 他力辅多 狂打八千九千 实在不行 等会儿给你们看一下 他能跟于导打的视频 给你们解解毒 穷无敌VS超级孙骂 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解一下三攻的毒 让你们知道三攻之王 确实无懈可击 名正言顺 二正苗红 九离普多 化成士多 士多年首长 第一位和满血飞八个怪 平飞地震三千二 三千一 一千七 两千 依靠的是宝宝的鼓舞 一致 啥还能加一致 利普多又可要了 看到吗 看利普多正常的飞机 就是打正常加点的 盲切的飞机 周三还有一场 遇到十回合就输一胸皮了 周一这场也输了 十八回合是吗 也就是剑灰遇到他 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就是一把嘎 给我一个火箭 我再帮你卡上 这跑魔太猛了 他听起来有点像 上速度 你看一下 这飞机不停 兄弟们 这飞机不停 打人很疼 打宝宝更疼 打辅助门派一千多 老逼一边健身 一边听你演讲 那就一边健身 一边听我BB 我以前健身的时候 也看别人制作 你猜猜我看谁 这场鱼岛输的算体面的 有一场输的特别不体面 十回合被推了 我记得不是这个阵法 反正鱼岛还是地震 而且还是地震 大克了对战方百分之十